男人只想到发廊洗个头 却被告知还有其他服务 男人被带进后面担间 而女人则从床底掏出一箱光碟 从欧美到日本 还有不少精彩动画 女人提出一起欣赏 老板娘的举动 让老陆瞬间手足无措 她连忙借口妻子还在家中等待 慌忙逃离这令人尴尬的地方 而回到家后的老陆却更加心烦 她的妻子小黎又在深夜 对着窗户大声唱歌 吵得邻居们无法入睡 老陆因此经常收到邻居们的谴责 其实两人刚结婚的时候 小黎还是正常的妻子 但随着一场严重车祸的出现 她的脑袋被撞出问题 智力永远停留在童年时期 所以她成日只会对着窗户放声歌唱 至于扰民的问题 她根本想不到这里 老陆刚把小黎安抚好 突然接到警察局打来的电话 对方表示需要她本人来签字领儿子 直到她到达警局 才知道儿子小小年纪不学好 从学校逃课专门找到社会上的婚婚们打架 被路过的围观人群发现报了警 才结束这混乱的大战 可这遭心事仿佛才开始 老陆刚把儿子小杰送回学校 又接到精神病院打来的电话 小黎在她离开后又犯病了 人无客人的邻居们当即叫来医生管教 就这样 老陆一刻不闲地赶到精神病院照顾小黎 很快夜色降临 她的上班时间到了 可此时的小黎根本离不开人手 她本想给老板打个电话休息一天 转眼又想到酒吧新来的年轻调酒师 对方不仅外表帅气 就连会的手艺都比老陆多 老板很早便暗示老陆下岗的事情 虽然对方出手大方 愿意多支付三个月的薪水补偿他 可如果能不失去这份工作 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毕竟这一大家子的重担都压在老陆身上 他必须奔跑一刻也不能停下 否则生活会遭成一锅轴 被逼无奈下 老陆将小黎托付给值班护士 而他则赶到酒吧上班 谁料临近下班时 老板突然将他喊到办公室 直接了当地提出要辞退老陆 就这样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无处发泄的他 再次来找老板娘畅谈人生 在对方的开导下 老陆从迷茫中走了出来 他先是将小黎接回家中 又在老板娘的帮助下 给儿子找到一份邮拘的工作 谁料 此举竟遭到小杰的强烈拒绝 他跟老陆搭吵一家后 当即决定离家出走 好在紧去杂货店的老板看他可怜 让小杰留在店中工作 他这才勉强维持住自己的生活 与此同时 老陆找遍全程都未曾发现儿子的踪影 无奈他只好暂时放下小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男孩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的人生未来他自己决定 老陆早已分身不暇 他还有一大家子摇摇 他开始寻找合适的新工作 发廊妹一把将男人推到床上 老陆看着眼前名人的老板娘 心中满是情意 可转眼他又想到家中那一大烂摊子 他无法抛下所有与对方谈情说爱 终于在老陆的坚持不屑下 他找到一份按摩的工作 这里的工资十分可观 他想也没想地便留了下来 稳定下来后 老陆抽出空于时间开始打听离家出走的小杰 但却此次无功而返 反观此时的小杰 他在杂货店生活的一场平静 远离了城市中的喧嚣 他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谁知就在这时 一个热气球降落在他眼前 而上面赫然站着一个女人 很快 女人便走到小杰身边打听回城的路线 恰好此时小杰也到了下班点 出于好心 他将女人送到附近的公交站牌 可不幸的是 两人还是来晚一步 最后一趟公车已经走了 想回城里只能等明天 与此同时 在热气球上泡了一天的白荣 肚子了的咕咕叫 他只好询问小杰附近饭店的位置 好在男孩是个心善的 他将白荣带到一处小摊吃饭 但到了晚上 睡觉成了白荣最大的问题 他自知今天太过麻烦小杰 怎么也拉不下来再求助男孩 而他窘迫的一面被小杰察觉到了 男孩将白荣带到山顶上的秘密基地 小杰熟练地从草堆下拿出一顶帐篷 贴心地为女人安排好住处 突如其爱的温暖让白荣感动不已 他很久没有体验过被人照顾的感觉了 自从他步入三十岁后 更年期就提前找上了他 白荣年仅三十岁就毙了惊 甚至没到睡觉时 他就能听到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 当他将只是告诉丈夫 得到的却是对方严厉的指责 这是白荣才明白 他竟与丈夫找到相看两眼的地步 但为了家里的生意 他还是要在外面做好表面功夫 这次陪丈夫出来工作的时候 白荣看到前方的热气球 好奇心地驱使下 他做了上去 但由于是第一次操作 他不小心触碰到起飞按钮 随着气球飘过大江大河 白荣躁动的心突然安静下来 他开始思考自己现在的生活 然而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 热气球就降落在一片大草原上 他也是在这遇到的小杰 突然白荣的思绪就被打断了 原来是小杰向他告别 并嘱咐他下山的时候 将帐篷收好放回原位 而被拉回现实的白荣 情不自禁地拦下小杰 并提出想和男孩谈谈心 在白荣的温言细语下 小杰渐渐打开心扉 他将自己心中最深层的想法 吐露给白荣听 小杰并不是老陆的亲生孩子 他的亲生父母是藏族的 但因为天灾 他的父母不幸于难 无处可去的他被好心人送到福利院 恰好老陆正在此地做一工 他心疼可怜的小杰 于是将男孩带回自己家中 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照顾 而小杰离家出走也并非他的本意 他想去拉萨看看 但又害怕老陆会生气 所以这些话他不敢告诉对方 这才有了李家出走这厘经叛道的经历 反观此时的白荣 他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人情事故 对于男孩的执着 他深有感触 我跟你一起去 什么 去拉萨 你不用担心吕霉的问题我来说 我们可以马上就去 两人在山顶上做了一个约定 可小杰万万没想到 白荣竟会言而无形 男人看着电视里的动物世界 转头竟发现发廊没拖的 只剩一件蕾丝水衣 瞬间一股火气直冲小腹 今天完全不要遭了 被生活压得喘不过的老陆 本想答应下来 正好再次寻求片刻的安宁 谁料此时电视中突然传出一阵歌声 而这熟悉的音乐竟是小力常哼唱的 老陆的立志瞬间回笼 他强硬地睁开老板娘的怀抱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原地 他再次回归到一团乱麻的生活中 有时闲下来就会给小杰打个电话 终于 在千百次的无人接听后 小杰接通了电话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老陆 自从他和白荣约定好一起去拉萨 他就想通了一切 不管怎么说 老陆现在都是他的夫妻 对方将自己养到这么大不容易 小杰不能任性到这种地步 这通电话也让父子俩兵事前线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 小杰可以无忧无虑地迁往拉萨 可他万万没想到 此时的白荣却在医院查出癌症 因为要做风险很高的手术 并且是生是死都无法确定 他没有办法去履行于小杰的约定 只能用自己要定居过外为借口 狠心放了小杰的鸽子 而此时的男孩 突如其来的誓约让他难过不已 他仿佛被抛弃的小孩 望着白荣开着的车泪流满面 反观此时的老陆 他的生活仿佛正在走向珍贵 小丽的病情有所缓解 不会在深夜对着窗户防身歌唱 甚至重新进入厨房 为老陆提前准备好丰盛的晚餐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竟是小丽的回光返照 第二天他便接来医院打来的电话 小丽回医院复诊的时候 从医生的办公室偷拿出一把手术刀 随后躲进一间病房自杀了 或许对于小丽来说这是他的解脱 但老陆却不一定这样想 失去妻子的他没有和理发店老板娘走到一起 反而是独自一人穿梭在按摩店和家中 手机上不是还会收到小杰发来的照片 画面上 一个年轻男孩站在拉萨小咪咪地打着招呼 旅行过后的小杰 按照普通人的活法进入一家工厂打工 从此父子俩相互陪伴 共同维持着这个幸福的小家庭